不知道這個世界有一個叫Jet Lag 是下了機頭那幾天都覺得自己很睏 每天都在睡覺 叫我們穿好制服 因為五訪榮來訪問 五訪榮來訪問很大件事 大台 他們的方針是正確 就是投資在年輕人身上 體育T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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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下面紅色的按鈕 不用聽了 謝謝 歐洲訓練其實教我們是怎樣 歐洲訓練是實戰經驗 為什麼呢 當時我們香港去到那個水平 可以出去歐洲打 只有一、兩丁油 數了四個給你 你打來打去不會有進步 你打馬掌來去都是那一台 糖水滾糖魚 大家不會有進步 我們要去多些地方打 去到歐洲去很多不同地方比賽 基本上每個星期就是一個比賽 是 我們通常一年出去兩次 在年底十月左右 就會去巴黎 巴黎 你當巴黎南亞會 巴黎南亞會 我們落腳的 已經很厲害了 可能星期一至星期四 就慢慢在那裡練習 日後在那裡練習 星期五通常就開車 看看去哪裏比賽 在歐洲 通常我們比賽是兩天的 星期六和星期日 打完的 如果不夜的就星期日就 如果不就星期一 通常那時候有多少人 那時候一隊人 我們兩個人 因為首先預算有限 預算有限 預算有限 以來可以出到 有這樣的水平 那時候只有兩個 後來就三個 最後試過有四個 即是亞運會之前 亞運會之前 那些骨幹 是的 我們第一次開始出歐洲 就是87年開始有獎學金運動員計劃 有錢才出去 通常巴黎兩個月 到聖誕節 因為外國人什麼都完了 我們就回來了 然後到一月左右 就會去德國 因為當時德國和法國 都是劍擊的 我們一月就等他們 過了新年 可能八九號 大家收拾心情 開始練劍 到大約二月尾 那是德國的波音 那落差很大 首先法國人和德國人兩個世界 法國、巴黎和德國的波音 都是兩個世界 巴黎是24小時 北夜城 德國波音是朝九萬五 什麼都沒有 練完劍想找飯吃 有時連餐廳都不開 自己煮 還要那些時間是冰天雪地 一月二月 自己煮東西吃 反而那天都是什麼 街邊很多東西吃 街邊一個大鐵盆 就是那一卷炆香 那一卷炆香 那一卷炆香 旁邊就有些燒豬手 現在當然 現在經常被看遠的同事說 不健康 吃這些食物 那天沒有 吃飽就算了 有得吃偷笑 那天沒有預算 而且那天年輕人很肚餓 可以出去吃完正餐 即是看遠 每個人錢都給了錢 夠吃正餐 轉頭回去肚餓 正常 這些 我們相機是一箱公仔麵 最不健康的食物 沒辦法 吃那些才飽 小朋友 那就是買包 所以這個法國慈名的打死狗 你現在打死我都不吃 其實那時候學我些什麼 我想那時候學了 就是看到別人的技術 是的 我記得很簡單 在波欣 真的是碳為觀止 是 波欣的那個 它叫Deutscher Frechtenborn 即是波欣的劍擊中心 是 我們那天看遠 即現在的銀器 都是那個館 擺盡都是十條八條劍道 那裡是 我想一數到二十幾三十條劍道 一倍 一倍兩倍 很多人 通常我們開始練的 就是等他們在放學時間 他們的年輕人回來 四點多鐘開始練 已經開始打 基本上是很少說會 去教你什麼 是透過實戰去磨練你 即是類似我們中國彼音球 根本一個科 開幾十台 沒錯 那你自己的年輕人就對打 打到自己的出頭位置 自己不明白就是你去問教練 不是到完全台海當場教你 是 還有教練就會看你 看你真的有些事情 你戒不了的時候 告訴你 當時那些德國教練都很開放 我們都很多交流 那時候我們的水平 其實等於別人的青少年的水平 跟德國的水平 跟德國的水平 差一級 但是青少年 我一打那張分子 每一萬張分子 講三四十人 即是你只是四點多開始打他們 你打三四十場才打得完 還有升級制 到晚一點 可能七點多鐘 上班那些真是先二十隊 來到 所以我們不能跟他們打 你要在這四十多人 贏了前面 升級 不知頭八名還是頭十名才可以跟他們打 如果不是大人欺小孩 是的 我們就由這些年輕人四十幾個 我們輸了三十九場 這樣算 到後來我們差不多贏了 再到大那裡打 一直不斷輸 到最後只是輸給他們 真是堅持那幾個 那個過程 那兩年裏面 八七年八八年這兩年 真的打了一個很好的根基 八八年跟著我們就是 當時叫漢城 現在首爾 就是我第一個奧運會 那時候 那個基礎在那裡 還有就是很奇怪的 在香港我們都有很多很厲害的運動員 那天我們兩個年輕人 都不是說香港冠軍 我們在香港我們那個年紀 就是Under 20 我們是冠軍二十歲以下 我們跟一些公開組打我們都輸 但是我們去完一個這樣的旅程回來 變身了 真是變身 爲何你差了那麼多 我們覺得我們以前打不贏 我快了 看得通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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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 體能又好了很多 那個進步就是那裡 這個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香港劍擊隊 都是很喜歡做這件事 那當然不同 我們現在水平都很高 現在很多人來我們到的 就是可能 我記得好像 我們世界的標賽 之前幾個月 我想可能四五月左右 我記得 同時間是德國 法國 中國 全都在香港練 風水流流轉來 輪到我們 輪到我們 我們的場地又在交代了 那我現在還打 我又下去看 現在的現代是怎樣 那當然是泰為觀止 說回數個年輕人的時候 是 八五年英國的比賽 他們贏到二十歲以下的冠軍 是 成為香港首位去到歐洲 贏比賽的劍首 那時候少人去歐洲 哈哈哈 感覺如何 我先退回前一點 說 那個旅程我們是去一個月的 那個 亦都是 我這麼大的兒子 第一次坐飛機 我第一次坐飛機去倫敦 我應該是十六歲 你又厲害了 第一次坐飛機去倫敦 我第一次坐飛機去台灣 哈哈 好笑的東西就來了 全程幾個星期都是欺負的 為什麼呢 那時候第一次坐飛機 是不知道這個世界 有一件事叫Jet Lag 是下飛機頭幾天 每天都覺得自己很睏 每天都在睡覺 每天都在睡覺 那時候是怎樣 那時候說我們去四個星期 準備四個比賽 是 頭三個星期都是一些 senior的比賽 大人的比賽 我們小孩都照打 輸到開行 最後那個就是 我們二十歲以下 全英錦標賽 全英錦標賽 它不只是英國的選手可以打 它是一個open to其他人 有些其他歐洲的選手都可以打 頭幾個星期就不斷輸 然後中間那些星期一二三四五 去到不同的俱樂部 又打 打就輸 去到最後這個比賽 因為一路都跟一些大人打 是 跟一些同年紀打 信手很多 可以叫做 都不是 都大過我 剛才說我只有兩個長絕 小粒和瘦 鬼仔就大隻和高 那邊都是一個巨人 那時候我十六七歲 我應該一米六多 大概一百十幾磅 大家可以想到 像一片片一樣 比較輕鬆地就入到十六強 開始入到十六強 打那些是甚麼人 就已經開始是英國青少年代表隊的人 即是有頭有免 一邊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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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都入到四強 我還記得我的對手 我還記得她叫做HARPA HARPA是全英二十歲以下的 Omaha 亦都是歐洲前列的 那麽就拍攝 6 national Yeah 那人跟全英第二個男仔打 贏了 没有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累到完全死了 我绝对明白什么叫一片空白 完全是一片空白的 只是想打完那场比赛 打完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很有印象 身边的队友和教练很高兴 开始什么时候有知觉呢 就是换完衣服 准备去开饭 肚饿了 肚饿了 我们有两辆车车的 一班小孩 教练 黄晓江教练 Tom Norcross教练 一人驾车 黄教练对我来说 他是一个比较内念的人 那天我见他一路开着驾车 一路说话 一路叫声 一路说粗口 他说粗口 一路叫声 我后来知道 后来我聊天 回来香港 一段时间 大家这么兴奋 原来我们出队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压力 因为觉得 拿了钱出去 拿了钱出去 又有交代 不会觉得有成绩 觉得我们真的 去玩去旅行 这个牌就证明 是真的可以的 我还记得那时候 还是启德机场 上机之前 就已经叫我们 穿好制服 因为五访荣来访问 那是五访荣来访问 很大件事 大台 大台 体育组 体育身 真的下机 五访荣来访问 一贯他的作风 对自己年轻也很困难 我很记得他问那个问题 赢了牌 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和我问一样 类似的 我有个年轻 他问他们真的很厉害 很幸运 我觉得自己赢得 再打一次 未必赢 答得很得体 很开心 赢了牌 证明了香港的劍击队 有能力 去到欧洲 仍然可以拿牌 那时候1985年 那时候会不会 就因为你赢了 而令到整个香港队 会有少改变 我又不敢这么说 但是只不过就是说 证明就是 那些独立在推动劍击的劍会 甚至乎 刚刚开始有的 银器特务中心 他们的方针是正确 就是投资在年轻人身上 我们的产物 我们是由零开始 就是在银器练的 是的 在银器练劍击 还会去一起合作 令到大家很确信一件事 就是说到今时今日都是 我们投资体育 就要投资在年轻人 年轻人 因为真的要由小培训 直到现在大家已经明白了 就是说 很多坊间的研究 所以说我们要培养一个世界级的损手 最低限度 要一万个小时的训练 一万小时的训练 一万小时的训练 概念是什么 是说十年 你不是拿着一个十岁八岁的年轻 去练习何时去练习 甚至是再矮小一点 甚至再小一点 这个就是看你什么项目 有些项目就要小一点 可能体操比音波要小一点 有些项目可能要大一点 你是第一批在香港拿奖学金的 多体育奖学金的经济运动员 其实这个奖学金 你当时拿的钱 其实是够不够你生活 因为当时我知道是很艰难的 时光倒流 可能因为有些观众 不在一个年代 那是80年代 1987年就是奖学金运动员 我每个月的月薪 就是一千五百元 不要说什么概念 一千五百元 但是包开心包吃包开心 我有宿舍住 双人房很正的 因为譬如足球队是要十四人房 我们住双人房很好的 包吃早晚三餐任吃 解决了我刚才说出队 那些要吃公仔面吃 打死狗那些 那就再有1500元一个月 其实是满足的 因为我们当时不是要为钱 要为任何东西 我是真的很喜欢剑激 你都很想去看看自己的潜能 在哪里 但是现实是现实 是不够吃的 那时也有些空余的时间 那时我就去新城市广场 就去这个 拍胎 做拍胎 做哪些呢 做瘟人寺 瘟人寺那时 现在大家拔东西 有巴谷的 以前不是的 要打一个架前排下去的 那我就每天逢星期一至五 之后十点到下午两点 就做四个小时 拍胎 五天而已 一个月是有二千元的 那大家可以知道 一千五元是什么概念 但是因为我 做半天而已 四个小时而已 五天而已 你见我们是练六天的 一会才告诉你 练不练什么 那就足够了三千多元 三千多元就是一个正常 可能你当时一个中学毕业生 或者一个读完六中七出来的毕业生 一个基本工作 大概二千八元到三千头 那就可以足够了 但是因为我回了十点至两点的时间 其实我很多谢教练的配合 因为理论上 我们应该是九点钟 练到十二点 他是将整套时间推早了 我们六点钟练劫 练到九点多钟 接着放我出来 我冲个梁 就走出新城市 上班 两点钟回来 我们下午大约是三点四点钟 你可以正常化 那我们再说一下 如何练劫 全职的时候练劫 那时候还未有二交五科学法 练得多就好了 我们一天的流程 就找指纹抄下观众 抄了些又不好学 为什么 我们早上七点起床 未拆牙洗面 下去楼下 跑三公里 先跑三公里 先热身 接着上去洗凉 接着吃早餐 吃完早餐九点钟开始练习 练技术 打到十一点多钟 就去健身房 做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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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点钟左右 就吃晚 吃完晚大约三点多钟 三点半 大约四点左右 那就是学校的学生放学 我们就要二教 教一些小学生 或者初中生 教到四点五点钟 我们又上多一课 接着六点钟再开饭 七点钟又来了 七点钟又回来 七点钟又回来 因为那时候没有职业 没有全职 这样就练到九点半 没完 气动来了 体育T1G的朋友 要大家帮忙 看到下面有点红色键 subscribe 或者订阅 按一下 就证明你支持我们 多谢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